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复节了啊 今天科技email单元王大航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介绍九月号科学人 哎呦 不不十月号 十月号 十月号 对对 到了十月号专辑 这个已经快过完了 嗯 十月号的科学人是一个专辑 是每一年的十月号都是一本专辑 嗯 这本专辑好像十年以前跟今年又有一点 一点呼应 不是一点都不说 就是今年专辑的题目叫做未来你怎么想 基本上就是展望 嗯 对于未来的展望 其实十年前的专辑也是这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比较一下十年前的专辑 跟我们今年的专辑 那事实上其中有一些篇章 它是重叠的 譬如说其中有一篇专门谈人口问题 我那就是重叠了比较在这一两篇的这个讨论方式 对于有兴趣的读者应该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思考的这个这个方式 那不过我们先我们先不谈这一个专辑 我们先谈两个小新闻 那都是比较短篇的 那大概是一页多 一页半左右 那第一篇就是谈所谓的医用大麻 医疗用大麻 自然生长的大麻 有说我生出来就是医疗用的 那个生来是毒品用的 有吗 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国家 大麻是二级毒品 跟摇头丸是同一国的 那可是在这世界上 有一些国家已经把大麻合法化了 那包括美国在内 美国也有 也已经有 到今年为止 已经有24个州 这个医疗用大麻是合法的 当然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叫做医疗用大麻 其实大麻就是大麻 那有人把它拿来 这个治疗自己身体的病痛 那比如说把它替代 鸦片类的止痛剂 那第一个有效果 第二个可以避免 鸦片类的止痛剂的这个缺点 鸦片类止痛剂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上瘾 那使用大麻 第一能够止痛 第二上瘾的风险比较不大 这是相对来说的 所以很多人就用这一个理由 来要求大麻合法化 那看起来他们的努力 似乎算是成功了 因为我说过了美国已经 已经有24周都通过 说是医疗用的大麻是合法的 不过我要说的就是说 关于毒品的管制 其实在美国 有两个理由 来要求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怎样讲呢 就是说 不再管制毒品 那第一 就不把毒品视为一种罪行 对 也就是说毒品合法化了 那或者 哪两个理由 毒品这个 除罪化 除罪化 那第一个理由 完全是实际的理由 就是美国的犯罪人口 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高的 那然后美国的监狱人满无患 那这个问题是不大好解决的 那你要考虑 你是不是必须要投资更多 这个去改善监狱的前行 那有很多人不愿意把这个纳税 纳税人交的税 花在这一个上面 这个是纳税人自己的想法 他们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 去管理所谓的罪犯 那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理由 因为美国的犯罪人口中间 有很高的比例 是因为毒品而被判刑的 台湾也是 对 那这完全是一个实际的理由 可是另外一点 是我从理论上来说 那这个毒品除罪化的理由 那就是除罪化以后 你才可能管理 而且除罪化以后 因为毒品而衍生的许多的 我们不满意的问题 我们觉得必须要 这个改善的问题 譬如说地下社会 还包括帮派 还包括地下金融 这一些问题 甚至还有包括 由于这一些毒品是禁品 是违禁品 所以他们的价格一定会很高 那这个毒品价格 要是很高的话 会引诱引君子去犯罪 这等等的问题 完全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把毒品除罪化 最大的一个好处 那就是你比较容易管理 而且你可以消灭 我们通常非常不喜欢的 或是很诟病的 那一些黑社会的现象 和地下金融 还有犯罪的问题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 还包括那就是教育的功能 那对于那些反对 毒品除罪化的人而言 基本上他们是 不相信教育的功能 或者是不相信 这个使用毒品的人 有被教育 或被教化的可能性 他不一定是全面的 不相信教育 你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一个问题 其实没有像想象的 那么单纯 不过我今天所说的 科学人的这一篇新闻报道 他基本上是在说 总结过去十多年来 已经有的关于 大麻的医疗用途的研究 那看起来是有 还不错的证据 支持大麻的医疗用途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可以替代鸦片类的麻醉剂 它的效果是很好 主要是止痛 一眼都不错 可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正因为它还没有被除罪化 因此没有办法做 很好很严谨的临床研究 所以这一篇报道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它也是来要求 呼吁你至少要开放 比较严谨的临床研究 让我们拥有比较完整的 临床研究的资讯 让纳税人 以及公民 来投票的时候可以参考 所以这篇报道 基本上它的用意是这个样子 但是长期以来 不论是什么 有没有冠以医疗用的名词 大麻被污名化 也往往是因为政治的 比如说 长期使用大麻 或者哪怕是一时使用大麻 会使人丧失 积极进取之心 变得比较平和 或者有些时候 这个看起来 比较没有生产力 这常常都是拿 这不就是当年 我们反对鸦片的理由吗 看起来好像是如此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题目 第二篇的报道 就是它的标题叫做 基因检验 也难解癌症 这篇报道非常值得大家注意 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那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癌症的知识 实在是太丰富了 实在是太多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比起当年尼克森喊出来 我们像癌症宣战 那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 那这个我们的知识 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这一些知识 到底能不能直接运用在临床上 发挥我们预期的效果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虽然我们这个过去十年来 不断的听说什么精准医学 个人化的医疗 这些名字看起来圣销层上 这个媒体也最喜欢报道 可是距离能够让大家都受益的地步 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 假如我们一般话来说的话 那就是基础研究 跟于应用之间的距离 基础研究跟应用之间的距离 在特别是某一些领域里边 是不是想象的 那么样子近的 特别我觉得最糟糕的是 有一些研究领域 他刻意的打着运用的招牌 来获得经费 从我们现在的知识的程度 跟运用的状况的距离来说的话 这样子宣传自己的研究 有很大的应用结果的做法 其实是有道德 事实上是有道德上的问题的 OK 那这篇提到了这一点 那可是在我看起来 读这篇一个很重要的 具体的事实 那就是他说到了 诱发癌症的基因突变 可以分为两大类 那第一类是从父母方 遗传到的突变 OK 那第二类是因为老化抽烟 或其他环境影响 所造成的基因的突变 那所以基因突变 虽然我们都知道 是造成组织癌化的 这个根本原因 但是完全是直接从父母来的基因 造成组织癌化的 这一种比例其实是并不高的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所谓的第二类 因为老化抽烟 或其他环境影响 所造成的基因突变 是造成组织癌变最重要的因素 是 所以所以我们有一些名词 我们就必须要小心运用了 就是你不要说 一涉及到基因的疾病 就是遗传而来的疾病 不是的 那涉及到基因 Genetic这个字 一点都不错 你一看到这个字 你不要习惯性的 就把它翻译成遗传的 那在更多的情况之下 你就实事求是的 把它翻译成基因的 反而更切合 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 这个有助于我们 对于癌细胞突变的了解 那一点都不错 好 除此之外 我们那个年度专辑 也就是未来展望 是不是还是得说一下 当然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一次的专辑 跟十年前的那个专辑 它的主题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就等于 就是对未来的展望 由于我们有对未来的展望 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些问题 那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那一些问题 应该怎么样子的解决 那这一次的专辑 跟十年前的专辑 有一个问题 是完全重叠的 那就是人口问题 那所以 这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 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 那这个 这一篇讨论 其实是从将近半个世纪 以前出版的一本书 谈起 1968年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 年轻的教授 当年他才三四几岁 那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人口炸弹 那这个他预言 那世界会陷入激框 那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 这些所谓的落后的国家 结果当然他的预言 这个失灵 因为事实上 他在预言的当时 绿色革命就如火如荼的进行 那绿色革命 事实上为第三世界 甚至以开发国家 都造成了很多正面的结果 那没有产生 这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 所说的那一些后果 他当时预言 有上千万的人会饿死 甚至流离思索 那可是问题在于 就是说 我们现在也不要嘲笑那位教授 我们现在看 毫无疑问的 这个地球上的人口的增长率 到了1970年代以后 就慢慢慢慢的减缓 不就急剧的减缓 那现在世界的人口 世界上的人口增长率 那就增长率而言是非常小的 可是问题是积少成多 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母数的问题 那你当年已经有30亿人口了 就算每一年只增长1% 你累积了这个半个世纪 那也不得了 所以事实上到了20世纪 结束的时候 人口已比1960年代增加了一倍 那我们现在全世界人口 已经有74亿了 那估计到2050年 那全世界人口接近100亿 那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 粮食首当其冲 那生存空间 还有生态环境 然后现在非常热门的 所谓气候变迁的问题 这都是大问题 那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数字 你要是没听说过就算了 你一听说你会吓一跳 你比如说 这个未来 世界人口最主要的增长地 那是在非洲 那你比如说 奈及利亚的人口 现在是1.74亿 到了205年 1.74亿也就是1亿7400万 那你到了2050年 那奈及利亚会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第三名 那奈及利亚人口 到2050年 会逼近4亿 这很可怕的 你知道奈及利亚的这个 它的国土的面积 是92万平方公里 那比美国是差很多 是 所以 但是它的人口 会是现在美国的两倍 是现在差不多的两倍 它的人口 到时候没有 美国人口已经到了3亿了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到了2050年 那这个世界上的人口的问题 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个包括是 粮食供应的问题 那第三世界 还有新的问题 那就是它的都市化 那这个你要知道 就是说都市事实上 这个创造了许多的便利 可是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化 太急剧了 因此它的基础建设不足 在基础建设不足的情况之下 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一起 会造成全新的问题 是我们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见过的 那即使是这个200多年前 公益革命开始 然后出现了现代型的大都会 那可是都没有 现在在第三世界 比如说像在非洲 它的那种都市化的情形 就规模来说 会大到那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即将要面临 人类史无前例的困难 困境 还不要说 还有高龄化的老化的问题 这我们都没有时间 我们都没有时间继续谈下去了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读这一本专辑 这一本专辑其实是一本书了 那而且我们台湾 面临的高龄化的问题 其实不比其他的国家 这个轻松 我刚刚说的就是 它不但是值得阅读 而且还值得收藏 特别是对那个十年前 就收藏过未来 你怎么想专辑的 朋友们来看 这两本书对照起来 应该特别有意思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今天科技email单元 接下来 黄大华先生 要为我们来谈谈狗舔人 有这个题目吗 这个刚好是上个礼拜五 21号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 我在猜 因为很多朋友都养狗狗 所以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洋人是怎么讨论这个问题的 狗的口腔中 有许多的微生物 那狗的唾液中 也有一些蛋白质 那是可以消毒 可以帮助伤口愈合的 那狗的口腔中 那有一些微生物 那我们是受不了 也抵抗不了的 那有一些微生物会感染人 造成疾病 那他还列出一堆细菌 不过我想有一个 有两种细菌 大家一听就明白 大肠感菌了 沙门感菌了 那他们可能会造成 严重的消化到疾病 OK 那但是 也不必因此而很紧张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狗的主人 怎么样对狗进行清洁管理 卫生管理 OK 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我们脸上的皮肤 只要是完整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伤口 那它本身就有防御力 那我们就不必太担心 那真正我们 真正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 黏膜 因为黏膜 这个异物 就是外来的物质 比较容易渗入 黏膜 也比较有吸收的能力 眼睛 鼻腔口腔 一点都不错 所以你假如让狗狗舔你的面孔 这个瞇的眼睛就行了 闭的眼睛了 对 一点都不错 那所以小心 不要让他们触及黏膜 可是眼下如果有伤口就要注意了 毫无疑问的 那但是伦敦有一位病毒学教授 他说他绝对不让狗舔它 因为狗的习性 是以口鼻来探测环境 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维生物 狗还会传染沟虫 猿虫 所谓猿虫就是蛔虫 等寄生虫 因为狗会吃粪 也会舔其他狗儿的阴部 因此狗鼻部沾染寄生虫 或虫卵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是 那小狗 一只小狗 一星期尝到就能够生产 两三千万的回虫卵 那狗的嘴里 有寄生虫卵 那不一定是吃粪的结果 不一定是因为吃粪 那狗儿变腻过的土地 后来的狗儿经过绣纹 也可能沾染 是 那还有呢 千万要注意 狗狗未必喜欢人抱它 或者是亲的 一定不错 所以你务必要注意 它们的身体语言 那根据这一篇报道 很有意思的 那就是它特别提醒我们 狗狗有吃粪的习惯 那可是猫没有 猫不吃粪的 因此人不会从猫感染到寄生虫的疾病 但是猫会传染给人的这个维生物 那有一些会造成皮肤与淋巴结的发炎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猫抓病 这是由猫传给人的细菌 在人身上造成的疾病 那这一种细菌在猫的身上不会造成疾病 可是传染到人身上 在人身上却会造成疾病 这就是这篇报道的大伙 我怎么记得我们节目里面探讨过一个题目 就是有一种人类脑部的疾病 是透过猫身上的公虫 公建的公虫来传递 公虫的感染在人群中 比例是相当相当高的 是吧 对对对 而且是养猫的次主得到这种类似节目 这是一点都不错的 那我们在这边报道过几篇 这个调查的结论 基本上就是公虫感染跟行为乖张 可能有一些关联等等之类的 关于这个狗铁人 我想起来我们家老爷子了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养狗 就喜欢跟狗亲来亲去 我们家老爷子就说了一句话 说他刚舔了屁股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 不需要这个那么强 那么长的科学论证 一句话就够了 一句话就够了 来 新型抗忧郁药 人为什么会忧郁 最流行的科学解释 就是我们现在在报章杂志上 包括在网络上 最容易看到的理论 就是大脑中的化学不平衡 那抗忧郁药的功能 就是恢复大脑中的化学平衡 那这个理论创造了史上最畅销的药 百优解 那是李莱公司所出品的 在这一种药的全盛年代 也就是他还在专利期间 他一年全球销售金额是30亿美金 你猜那是哪一年 那1998年 还离现在不远 1998年 那个时候还在专利期间 那个时候还在专利期间 OK 一年就有30亿美金 那这个忧郁症的理论 也就是脑子里化学不平衡 会导致忧郁症 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化学分子 那这种化学分子 有一种专门 有一个专用名词 有点绕口 叫丹胺类 就是单独的丹 胺是胺基酸的胺 那以百优解来说 指的是丹胺分子中的血清素 那有一些丹胺分子 是神经传导物质 那血清素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百优解能够延缓血清素分解的速度 也就是延长血清素 在神经传导过程中的作用 可是这个理论 其实一开始就有人反对 反对的证据包括 百优解即使能够立即提升血清素的浓度 忧郁症的症状 却要一段时间以后才会缓解 那有的人是几个礼拜 有的人甚至要几个月 吃这个药 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才会发生作用 那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一些病人对百优解根本就没有反应 那第二个反对的理由比较新鲜 那就是Ketamine 千万别忘记 在我们国家 Ketamine是三级毒品 大约在十年前 医师发现Ketamine对忧郁症患者有神效 而且Ketamine不是单胺分子 作用也不是针对单胺分子 那以抗忧郁的效能来说 百优解与Ketamine都有效 因此忧郁症的病理 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 对不是说只有单胺分子失衡 一点不错 Ketamine等于开启了一扇新的门 打开了一条新的路 那百优解对54%的忧郁症病人有效 那对百优解 以及其他的抗忧郁药物 没有反应的忧郁症病人 75%对Ketamine有反应 而且Ketamine见效快 效期又长 因此医师常以Ketamine治疗病人 而Ketamine必须要静脉注射 因此美国事实上出现了许多Ketamine诊所 可是Ketamine早已失去专利保护 因此就没有人做人体实验 那由于没有人体实验的资料 也就没有办法获得正规的医疗监管保障 那现在美国的交生集团 正在研发新一代的Ketamine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 它这个新一代的Ketamine 跟传统的Ketamine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新一代的Ketamine 是可能用喷笔剂 那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那交生公司 它明明知道这一个要 老早就没有专利保护了 它还要开发 针对的就是这一点 它从这一点下手 拿到专利 它就可以赚钱了 那这个目前 目前临床证据显示 交生公司所开发出来的 这种新型Ketamine 确实有效 那他们希望有更进一步的 临床资料 显示它不仅仅有效 还没有它的副作用 那这个特别 他们针对的对象 是特别是有自杀倾向的人 原来的副作用 我们好像在报章杂志上 都会看到过 像幻听啊 昏尘啊 是不是 特别还有是解离 就是 解离 对 你知道什么叫做解离 解离的意思就是说 你人是醒着的 可是你觉得 你跟你四周的环境不搭搭 从某个角度来说 就好像有的人觉得 自己灵魂出窍一样 那也就是 非常身利其境的幻觉 你也可以这么说 是吧 对 好 所以说可以 也就教生的研究 新药会使得幻听 昏尘 以及解离 这些情形都消失 就基本上 他们希望进一步的 临床实验 实验 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现在他们正在准备资料 送交美国FTA去审查 所以要是一切的顺利的话 今年年底 或是明年年初 就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临床实验 所以它上市应该是很快了 那其他公司也在研究 可以拿命的中央即转 台北FM98.1 News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email 王大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常常会翻新或翻修 曾经报道过的新闻里面的某些论述 或者是判断 这里有一个题目 社会地位与同理心 2009年 在67年以前 我们曾经曾经在这边报道过 对展示过一个报道 对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拉尔校区的心理学家 2009年发表一个研究结果 就是他们的结论是 上层阶级的人 比较不善于判断别人的表情 那他们是 他们认为原因在于 是他们的同理心不够 越是阶级 社会阶级高的人 就是同理心与社会地位成反比 地位越高的人 同理心越低 那但是 现在纽约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 刚发表一篇新的研究报告 那他们指出 问题并不在地位高的人 对他人情绪不够敏感 而是地位高的人 对他人的注意力不够 这里面涉及到因果关系 由于注意力不够 所以捕捉到的表情的变化 或表情的资讯也不够 所以你就对别人的感受 就是没有办法 有那么强烈的感同身受 那他们的实验是怎么做的呢 那他们事实上做了好几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 他们利用当时 他们做实验的时候 很热门的一个新的穿戴式装置 就是Google所发明的眼镜 对那大概是2012年 这个20到2014年 是相当成为 具有话题性的一个穿戴装置 那当然Google后来是宣布放弃了 那很多人发现事实上是不好用 细节细节那不是我们的这个 不是我们的探讨的问题 那这一个实验是请参与实验的人 戴上Google的眼镜 那告诉这些参与实验的人 说目的是要研究Google这个眼镜的功能 但事实上 那这个这两位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 他们想要研究的是 这一些戴着Google眼镜的人 他们的真注意力到底放在哪里 那他们让这些参与实验的人 戴着Google眼镜 在纽约的一个街区上闲逛 告诉他们 他们爱看什么就看什么 然后那个Google眼镜 就把他们的目光的这个标的 全部都记录了下来 那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 那就分这个 再请这些参与实验的人 回答问卷 这个包括性别年龄职业 而且还有自己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 OK 收入教育程度 一点都不错 那然后呢 那Google眼镜上面 所记录的资讯 再请不知情的第三方 去分析 那把这两份资讯 结合在一起 他们发现 社会地位高的人 对于人的表情的注意力 非常的短 就是相对说起来 他们看到人 他们这个注意力停留的时间 最少要短五分之一秒 比一般人少五分之一秒 比社会地位高的人 比较社会地位低的人 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花在研究表情的时间 最少要少五分之一秒 然后他们在做第二个第三个实验 都发生 发现同样的现象 那他们的结论就是 地位高的人 他们之所以对别人的表情 这个感触 不那么样子的强烈 也就或者是说 没有办法捕捉到很多很细微的 变化的资讯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的同理性比较低 而是他们的注意力实在是太短 因此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资讯 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边 那现在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那我觉得刚刚好 这正是文学家 驰骋想象力的机会 你不觉得吗 交给我来解释 没有我一直有个感觉 我们对人性的认识跟理解 特别是幽为之处 我觉得文学作品 能够提供的资讯 要比科学报道多得太多了 而且也深刻的太多了 哎呀您这说的太好了 不过社会阶级比较低 可能他必须要多研究 查验观色 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 接下来方便面 方便面还是方便疫苗 你到底要谈到这个问题 不不不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于 你晓得方便面 根本就是一个大陆词 这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的 我们从小之方便面 长大的 我们叫素食 我们叫做素食面 对吧 我们没有使用过这个词 可是现在这个词 已经流行起来了 我们大家都在用了 所以刚刚好 可以用来描述 我想要描述的一个新的发明 方便面 方便疫苗 完全是同样的 我们吃方便面 用开水来泡 那所谓的方便疫苗 也是这样 也就是用蒸溜水 一泡就可以得到 立即可以使用的疫苗 那这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 一个团队 他们所做的研究 他们正在开发适合第三世界 使用的方便疫苗 这话怎么讲 那就是疫苗是必须要冷藏的 对 那这个疫苗运输的时候 也必须要保持低温 那疫苗运输的必要条件 就是 这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一个名词 叫做冷链 链条的链 一环间者一环 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运送疫苗 每一站都要有良好的冷藏设备 而且运输途中也要放在适当的冷藏设备之中 事实上运送疫苗 我们可以说 那根本就是一个寒冷的接力赛 问题在于 第三世界 缺乏冷链 需要疫苗的地方 也缺乏必要的低温设施 因此 MIT的团队就研发疫苗的脱水保存法 那结果 他们实验成功了 也就是在比较热的环境里面 就是它脱水保存